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心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心不应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心情的一颗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教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牛郎之女 西西节和牛郎之女的传说相连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 也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 父母早王,只好跟着哥哥,嫂子生活 嫂子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 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九头牛 却让他等有了十头牛时,才能回家 牛郎无奈,只好赶着牛出了村 牛郎独独自一人,赶着牛进了山 在草生淋漓的山上,他坐在树下,伤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着石头牛回家 这时,有一位白发的老人出现在他面前 问他为什么伤心 当得知他的遭遇后,白发的老人说 别难过,在扶牛山里有一头冰倒的老牛 你去好好喂养他,等老牛病好以后 你就可以赶着他回家了 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 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 他看到老牛病得厉害,就去给老牛打来一捆捆草 一脸喂了三天 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 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 因触犯了天规,被扁下天来 摔坏了腿,无法动弹 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 牛郎不畏辛苦,细心的照料了老牛一个月 白天,为老牛采花结露水智商 晚上,依偎在老牛身边睡觉 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石头牛回了家 回家后,嫂子对他人不好 曾几次要加害他,都被老牛设法相救 嫂子最后恼羞成怒,把牛郎赶出家门 牛郎只要了那头老牛相随 一天,天上的只女和猪仙女一起下凡游戏 在河里洗澡 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只女 二人互生情义,只女做了牛郎的妻子 牛郎和只女结婚后,男跟女只情深义重 只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残分给大家 并教大家养残,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她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地知道 王母娘娘下凡来把只女带回天上 恩爱夫妻被拆散 牛郎上天无路 还是老牛告诉牛郎 在他死后,可以用他的皮做成鞋 穿着就可以上天 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 穿上牛郎做的鞋 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 上天去追只女 眼见就要追到了 起之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 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 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 只能相对哭泣流泪 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喜鹤 千万之喜鹤飞来搭乘河桥 让牛郎之女走上河桥相会 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 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 和鹤桥相会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 相传牛郎之女鹤桥相会的日子 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 抬头仰望星空 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 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 祈求上天能让自己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 祈祈祷自己能有如意串心的美满婚姻 由此形成了七夕结 明月几时遥 八九闻晴天 不知天上共同却今夕是何年 我与尘封归去 我与尘封归去 唯空穹楼鱼 高出无声寒 启弄无情 赢死摆去 川岸主人的地庆无 hospitals 无影妙痕和时常想癫 世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殷勤圆缺, 此时故难缺,但愿远长久,千里风缠绝。